道德经的奥秘,道生一亿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中暗藏的财富的真相,如果你为金钱所困扰, 我建议你认认真真地把这篇文章看完,而且要收藏起来反复观看。 道生一暗藏为人所知的大脑影像显化技术,很多赚钱高手们都在用, 它会大大改善你的财务状况。 饶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名言,道生一亿生二生三三生万物。 你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它其实已经揭示了全部的财富秘密,但是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太肤浅了。 如果我们把它这句话简化一下,是不是就变成了道生一亿生万物,而万物必定包括财富? 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道,什么是义,义是怎么生出万物的, 就可以揭开高效地创造财富的经典秘密。 那什么是道,就是在你五官感知不到的地方,存在一个更强大的智慧。 所谓的道就是宇宙天地的法则,规律、真理、意识、智慧、力量。 听静静说,大到无形常养万物。 所以道是宇宙先天强大的力量它创造了一切,安排了一切供养了。 一切它是智慧之源,创造之源。 那你会说,我只相信我看得见摸得着的? 用肉眼看不到地球磁场,但它形成的磁场阻挡了。 太阳风保护了地球的生命。 在宇宙学中,大部分是暗物质与暗能量。 人们目前只能透过重力产生的效应发现宇宙中有大量暗物质的存在。 整个宇宙的构成中,常规物质占4.9%,而暗物质则占26.8%,还有68.3%是暗能量。 大部分的暗能量物质是人类无法感知的,正是因为人类的无关感知不到所以。 说到也是指宇宙的能量与法则,就是因为古人能早早地就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存在,所以人想有所成就必先误导。 成事情的第一步就是你必须先意识到它的存在。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认为是一个想有所成就的人,我衷心地希望你内心充分意识到宇宙中到强大的存在,你要顺应它跟它保持一致,你瞬间就会变得非常强大,非常智慧,非常富足。 二,道生意是什么?这个意识根本无形意识转换成物质的开始,宇宙由无转化成有创造是宇宙第一性原理。 佛教说,真正的你在有这个身体前,是你的内在意见灵魂业力转换而来,是你的意识,思维,精神,情感,心理的全部组合。 所以道德经说,万物尊道,人与宇宙万物不停创造就是道的原理。 我可以这样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创造出了无数个无中生有的东西。 你刚开始没有玩具,没有衣服,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后来都有了,对不对? 只不过每个人创造的东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样。 另一,那为什么有的人拥有了很多很好的东西? 有的人很贫穷,很结局,原因不可能是身体上的,否则的话,所有更强壮的人会更有钱,更成功,但事实这并不是这样。 你肯定比马云更强壮更好看,原因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内在世界。 冷眼睛里讲万法为心所限,你在现实世界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内在世界创造的,吸引它,投射它。 内在是因,白在是果,内在世界训练有素。 现实世界才会丰盛富足,菩萨为因反复为果,牛人都在因上努力创造有利于我的条件,例如积德行善,不在果上纠缠。 凡夫俗子之所以在现实世界活得很贫困,很匮乏,很焦虑,就是因为它不了解内心世界的重要性,它的内心世界是混乱的,模糊的,对抗的,低频的,分散的,弱小的,它们忽视内在工程的建设。 一个管理不到混乱是续的内在世界,再到的各种法则的作用下,是不可能在现实富足有钱。 如果下面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你内在世界的合理有序程度,清晰具体程度,协调一致性程度,能量振动程度,专注聚焦程度,决定了你的现实世界富足的程度。 你必须重视内心世界内在工程,你的内在是链接宇宙力量和智慧的接收器,也是你创造现实世界金钱财富的起因。 再回到道德经,道生意一生万物呢,那么终极的问题来了,一是怎么生出万物的,换一种说法你如何通过经营管理好内在世界,创造出你想要的生活丰盛富足的现实世界呢? 我猜你一定学过不少的物理定律,化学定律,同样的宇宙天道也有自己的运作法则和定律。 悟道者的强大在于能够运用宇宙的法则和定律,强大自己实现自己想要的,但真正有所悟者内心精神非常富足。 甚至无所求无所依就能得到富足快乐,饶子说,知足常乐,佛陀饶子庄子等,超越了物质的境界,甚至以苦为乐。 这些得到的人无欲无求超越物质与宇宙和一共振心能转静在痛苦的环境里,赚苦为乐。 而我们凡人只要你悟到你的内心就会精神富足,他就会把一切跟你内心世界,同频共振的东西都显化出来。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大脑影像显化法则,因果法则。 净随心转,只要能量够一切将通过你的内在意识显化呈现给你。 三,一一生万物。 思维精神意志情感能量创造了你的现实世界,那么你要怎么做才能变得更强大更智慧? 变得富足有钱呢? 就是无道行道,只要遵循真理的规律路径法则执行何以? 进入道一宇宙的正确法则与道合真改变内心付出行动,就能够一生万物然后成事。 像农夫种田一样选择正确的种子田地静静等着春生下长求收冬藏, 一经中的屯挂,也是说明事业万物出生的定律。 只要你领悟天道人道照法则实行,最后就会创造财富果实,脱离贫穷。 说一个致富的法则很简单,例如我们所说的开源节流。 训练自己由内心形成意念,慢慢的我们做事都会想省钱赚钱久了之后我们就会有钱。 这就是最简单的投射吸引力显化法则。 因此我们内心要保持和斜协调同步,富足快乐,幸福。 让自己主动与道的能量产生共振。 例如幸运的人常常想着自己越来越好,久而久之他莫名其妙地会显化他想要的一切。 从现在开始请高度正视你的内在世界,充分信任你的内在力量。 当你困苦无助贫穷时,别忘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宇宙之子。 宇宙创造我们,我们接着创造万事万物,这就是道生意。 以生万物的精神,每个人的潜能都具备强大的创造力。 只有在内心创造出有序的能量和清晰的影像持续聚焦, 悟到守得能量充足才能创造出更丰盛富足的现实世界。 这就是最本质的内心世界,财富显化真相。